第28屆的聯合國氣候峰會表定12號閉幕 但是關於逐步淘汰化石燃料的討論進度 卻是不太順利 包括中國跟產油大國沙烏地阿拉伯 都不支持這個方案 美國則推動國際合作發展核融合技術 希望這個供應鏈以及法規 能夠逐漸成熟 擴大零碳能源的使用 2023是有紀錄以來最熱的一年 出席紀念聯合國氣候峰會的200多個國家 目標定出減緩氣候危機的行動方針 但第一版協議草案提出 逐步減少使用化石燃料 卻遭產油大國沙烏地阿拉伯 堅決反對 而在五號提出的第二版內容 改列三個選項 除了依序逐步淘汰化石燃料 第二個選項為加速淘汰 無使用碳補桌技術的化石燃料 最後一個選項則完全沒有提到相關內容 並且受到中國和沙烏地阿拉伯支持 根據國際氣候行動組織聯合發布的報告 今年至少有兩千四百個支持化石燃料的 遊說團體登記出席氣候峰會 比去年增加了四倍之多 而往年在氣候峰會場外 幾乎都會有環保團體舉行大規模示威 今年這些活動卻遭主辦國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噤聲 美國則在大會上宣布推動國際參與發展核融合技術 作為日常使用的能源 美國期盼未來在核融合研發供應鏈以及法規等五個領域 能有更多國家合作 公視新聞兩眼編譯 公視靜國醫生